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备受注目的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 涉嫌谋杀案在开庭一日后已经审结 她在中国东部合肥市的法庭官员说法庭还未宣布判决 这名官员说谷开来并没有对控罪提出异议 并且说谷开来身体良好、情绪稳定 谷开来和张晓军被控在去年11月在重庆市谋杀了英国商人海悟德 当时薄熙来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这种案件是中国近期最为政治敏感的事件 并且使得曾经被外界视为政治明日之声的薄熙来在政治上失势